简单而幸福的家庭 妻子想会女儿可爱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女儿患有三天性呼吸疾病 只能生活在无神密封舱内 通过对讲机与父母交流 她为数不多的朋友 均和都患有同样的疾病 这群可怜的孩子 一生都要待在狭小的密封舱 这天马修正在洗澡 一阵短暂轻微的地震 毫无声道地降临 间接着整栋楼停了电 好在地震很快结束 女儿的密封舱也被有充足的蓄电池 街上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马修上街查看情况 只见大批鸟群飞过天空 浓浓的烟雾从地下喷涌而出 独物上的人群起来 声尖叫不断四处逃算 马修飞奔回家 为女儿调好密封舱 便拉着妻子安娜向顶楼逃去 顶楼的老年夫妻收留了他们 他们来到阳台 整个巴黎已经被独物攻陷 丢了千年不遇的洪水淹没了城市 电路中断手机接不到讯号 他们只能一边等救援 一边安慰女儿 没过多久 密封舱就是要换电池了 马修顺着下水管 爬到邻居家借氧气面罩 邻居已在毒物中上升 马修带着氧气面罩 飞上氧气罐 回到家他安慰女儿不要害怕 救援很快就来 他给密封舱换成新的蓄电池 便匆匆离开 来到大街上 昔日繁华的城市死气沉沉 一片狼藉 还没来得及爬上楼顶的人们 已经被毒死 继续向前走 他遇到了救援部队 一名救人给了他两套氧气设备 并说这里不会再有救援了 劝他带着家人赶紧逃命 回到顶楼 马修发现 毒物真的以每小时几厘米的速度 缓慢上升 不采取行动迟早又死在这里 第二天市中心高地的 幸存民众发生暴动 局势越来越混乱 为了尽快离开 他和安娜决定 一起去市中心的实验室 帮女儿偷一道防化符 但这一路并不顺利 恶犬出了他们两里地 飞行九牛二胡之力 终于来到实验室 拿到了防化符 刚准备离开 却又遇上了实验室爆炸 剧烈的冲击下 马修的氧气设备被损坏 两人共用一个氧气罩 勉强来到楼顶 安娜观中的氧气 已是所剩无几 真是祸不单行啊 马修深情拥吻安娜 将她带着防化符回去 她告诉老婆 我会沿着屋顶一路回家的 时间一行不多 安娜还累离开 马修沿着屋顶行走 在座楼顶停车上 发现了大量生活补给 和一片血迹 走进车库 还有氧气装备与枪枝 马修刚带上氧气设备 一名警察出现在她面前 劝她不要动别人的东西 为了老婆和女儿 马修别无选择 她打开氧气设备 扑向警察 两人同时就入毒物之中 在毒物的帮助下 马修很快干掉对方 另一边安娜用尽所有氧气 回到顶楼 却发现防化符已在爆炸中损坏 瞬间崩溃到极点 眼看密封舱中的电量 越来越少 安娜决定 在没有氧气装备的情况下 下楼换电池 这时女儿通过对氧气 告诉妈妈一个秘密 她和一个并有恋爱了 安娜真心为女儿高兴 她鼓励女儿大胆去爱 并说 遇到爸爸和你 是为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 说完 她与老夫妻告别 跑下楼梯 在女儿的担心与疑惑中 她迅速换完电池 亲吻手掌 让女儿传打爱意 但终究没能活着 回到楼上 马修回来 把躲在毒物中的妻子 拖上楼 这个坚强的男人 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 闪烁着泪花 双眼红肿 但不断升高的毒物 让她没有时间犹豫 不得不再次出发 为老夫妻和女儿 寻找防护服 老先生拒绝了她的好意 她说唯一的儿子 已经离开了他们 这座房子 承转了他们一家 所有的美好 这里就是套合妻子的终点 马修离开后 老先生哄着 唤用老年痴呆的妻子 回屋睡觉 并牵着她的手 温柔地说道 和你在一起 我是最幸福的人 说完轻轻闭上双眼 在一片毒物中 静静等待生命的终结 马修终于在一辆救护车上 找到了防护服 他骑上一辆摩托车 向家里赶去 一个没带面罩的小男孩 忽然出现 马修躲上不及 把自己撞飞在地 等他再次醒来 却发现 女儿在没有养气道的情况下 向自己走来 女儿激动地 扑起父亲怀里 她的病对毒物免疫 那个男生就是 特意来找她的 马修喜极而泄 开心地抚摸 女儿的面颊 甚至在下养气罩 亲吻她的额头 但从此以后 她只能生活在 狭窄的密封舱 等待救援 恍惚中 仿佛看到女儿笑容散烂 和正常孩子一样 奔跑在鲜花盛开的田野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与好莱坞三段片的 大气与热血相比 这部电影显得 文艺清新和内敛 充足洋溢着 独窄的法式浪漫 街区的反转 消显声音 不知道导演 是不是想暗示 随着环境的变化 人类也必须进化呢 本期互动话题